如果猫咪身上只有一两只跳蚤 在洗澡时是可以将跳蚤掐死的 但是并不能将跳蚤淹死 如果猫咪身上有大量跳蚤 洗澡并不能将跳蚤完全驱除 只能使用驱虫药 才能有明显的效果 洗澡以及用灭疏疏毛都只能辅助驱虫 在猫咪的日常保健中 也是需要一个月进行一次体外驱虫的 因为跳蚤属于接触感染的体外寄生虫 如果猫咪没有每个月使用体外驱虫药的话 只要接触到跳蚤 跳蚤就会寄生在猫咪体表 而且跳蚤到了繁殖期 还会跳到环境中进行产卵 而后跳蚤卵孵化后又会跳到猫咪身上进行寄生 但是猫咪定期进行驱虫后 跳蚤在吸食了猫咪的血液后就会中毒死亡 所以建议猫咪驱杀体外寄生虫 还是需要使用体外驱虫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